花蓮 土耳其搜救隊 今天跟台灣搜救隊 帶著三台無人機挺進沙卡蕩 以及中橫沿線 要搜救仍然失聯的油價一家三口 而持澳洲護照的新加坡夫婦 也不排除就受困在沙卡蕩 因為太魯閣縣的觀光巴士 車內影像現在曝光 拍到新加坡夫婦的身影 他們兩個人在抵達終點站天翔前 就下車了 遠景嘗試用手機定位來找人 但也失敗 無人機準備空拍 搜尋五名失聯者 更有大型機具進駐開挖 花蓮強鎮來到第五天 土耳其搜救隊 7號和特搜隊員 一起挺進沙卡丹步道 及中橫沿線 目前油性一家三口仍未尋獲 不排除其餘兩名持澳洲護照的 新加坡夫婦也在沙卡丹 因為最新關鍵影像曝光了 這對夫婦的身影出現在車站大廳 他們在3號上午6點半 搭乘310次太魯閣縣觀光巴士 而這輛巴士預計在上午8點 就會抵達終點站天翔 但兩人中途就下車了 花蓮縣警察局持續利用手機定位找尋 只是目前尚未定位成功 由於一陣不斷 土石鬆動 原本預計月底會開園的太魯閣國家公園 因為園區多處坍塌 以面目全非 國家公園管理處原本公告封閉到7號 6號突然宣布修復其成 無法預估將持續封閉 開園沒有時間表 中橫啦 崩塌當然也是很嚴重 但是沒有有益的時候那麼嚴重 不需要到封山的程度 在下雨的狀況 多少還是會有一些落石會下來 短時間內 這個山氣並沒有那麼安全 要不要開放要好好的考慮 為避免熱門景點修繕遙遙無期 學者也建議應該增設庇護所 比照登山的路徑上 有時候有一些避難小屋 讓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可能還有前人會留一些食物 搜救任務持續進行中 這回還有國際力量加入 希望能盡快將失聯者們給找回 藉張正銘採訪